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English SOS 今天就教大家六句你需要矯正的英文句子 第一句 在賣單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說 Check the bill 其實賣單並不可以用這一句 賣單的時候你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說 May I have the bill, please? May I have the bill, please? 或者 May I have the check, please? May I have the check, please? Bill 和 check 都是代表那張單 英國人比較喜歡用 bill 美國人比較會用 check 其實Check the bill 文化上沒有問題 只不過它的意思不是代表賣單 它的意思是代表檢查單 如果你覺得單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應該Check the bill 第二句 不值得嫁 很多朋友都會說 It doesn't worth 這一句會比較多錯處 其實應該說 It isn't worth it It isn't worth it 如果你講一個人 譬如說一個男人不值得的 你就可以說 He isn't worth it He isn't worth it 第三句 可不可以借廁所 很多朋友因為直接翻譯的問題就會說 Can I borrow your toilet? 這一句的意思其實是問 可不可以借你的廁所回到我自己的家 其實英文就應該說 May I use your washroom? 這一句是比較正經的 如果輕鬆少少少 casual 我們就可以說 Is it ok If I use your washroom? Is it ok If I use your washroom? 這一句就是問 我可不可以用你的洗手間 大家看到我把toilet變成 washroom Washroom比較禮貌 它的意思是代表洗手間 在美式英文裡 其實toilet是代表馬桶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用多些 washroom 就少用toilet 第四 上鋼琴班 很多朋友都會說 Learn piano 因為香港朋友會說 學琴 但英文其實不可以這樣表達 英文應該說 I have piano lessons every week 就是我每個星期都會上鋼琴班 如果英文班 你就可以說 I have English lessons every week 第五句 如果有些朋友想表達 我很想像你這樣 他們可能會說 I want to like you 其實這一句的意思就是 我好想喜歡你 如果你真的想表達 我好想像你這樣 你就應該說 I want to be like you I want to be like you 這個才是 我好想像你這樣 第六句 如果有些朋友想表達 冠可樂不夠冷的 他們可能會說 The coke is not enough cold 其實not enough cold 這個字的排位是有問題的 因為廣東話說 不夠冷 很多朋友直接翻譯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英文裡面 enough這個字 要搬回形容詞的後面 這句應該是 The coke is not cold enough The coke is not cold enough 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如果我不夠力 我可以說 I am not strong enough I am not strong enough 希望這個課程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記住 快點矯正這六句 這麼常用的英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有問題可以在留言頁 也可以在Facebook傳訊給我 Thank you and see you next time